记者陈云桃源报道 武林高中校长林青波7月底将借林退休 桃市教育局上周六刚完成临选 桃市议员詹江村今天在市政总质询指出 其中一名委员和梁红是制服业者 桃源高中校长林焕州因为没有向何采购 临选时被百般刁难 另一名关系好的校长却顺顺利利 市长郑文灿回应时否认说 林选结果跟议员说的不一样 会后受访也证实由林焕州接任武林校长 詹江村指出和梁红林选前曾跟某校校长聚餐 因此在林选过程偏袒对方 且不断刁难林焕州 詹质疑制服业者怎能胜任林选委员 并指控许多校长都集有购买制服来讨好对方 还有人入股彼此挂钩 这块黑幕没人敢讲 也许我今天讲完就会出车祸 郑文灿回应说 江柴明事实 若校长入股校外供应商将彻职查办 并强调 和梁红贩售的事 竟消制服 根本不会牵扯到市立高中 而且和曾担任都借教育部的高中职林选委员 还是武陵高中家长会荣誉会长 武陵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等 并没有不适任问题 新一波调动名单 一 武陵高中 由桃园高中校长林焕州出任 二 桃园高中 由杨明高中校长尤恩聪出任 三 内力高中 由观音高中校长王延川出任 四 中立家商 由大西高中校长庄陆聪出任 十三点三十四分更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